經濟衰退 第一次見經濟衰退 當年我正在讀中學的時候 現在讀預科 然後進入理工機械工程 我打算出來,我大佬是做冷氣的 我打算做冷氣拍著大佬做 世界不像你想這樣就是這樣 當時草籤就完成了大陸和英國政府 香港當然是被出賣 他們一步一步就把大陸人學來香港做生意 有一個叫做江大實業的 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官來的 叫做黃江英 好字叫做黃江英 一個叫做江大集團 就來香港 要買一些地產去學搞地產去炒樓 未必是炒樓的 可能是做建築、賣樓 其實也一樣叫做炒樓 你叫做什麼Terminology都不要緊 那這位黃江英 那這位黃江英 江大實業 沒有鬼佬 西門海撒黑 宜和置地 那些這麼厲害 這個混蛋 自己功夫不想到家 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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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香港的地產是一潭死水 我剛剛就是那一年畢業 想做冷氣行機械的 寫信 寫很多信都不能去見 唯一有一天 有一家工廠打電話給我 來建工啊 開圓道 橫牙精工製品廠 一見 整 這樣就改變了我人生 這樣就不是做機械工程 不是做冷氣工程 是在廠裡看它的機械工程 以前做冷氣那件事 一條一條喉 乒乒乓乓乓 幾個人托的 現在做的那些事 是那件事 一隻手掌握得起的 做一些鏡頭 閃光燈那類的那些事 明運就是這樣的 好了 看看這句話 經濟衰退 衰退是經濟的必然現象 根本救不了 也不應該救 我其實 08金融海嘯之後 我自己自修經濟學 看了很多書 看信報的專家 看鬼佬的專家 好幾個鬼佬專家 有機會才跟你說 連同特朗普的書 這句話 我忘記在出自何經何典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就抄襲來了 今天就回看我網上的筆記 跟大家分享這句話 所以經濟衰退 是沒有需要害怕的 因為 一定會判斷 1929年那個 美國經濟衰退 是最嚴重的 整個脫人 就浪費了人才 現在不會的了 因為現在經濟學家多了 還有政界的人 都知道 不可以 玩殘去的 大家都沒有好處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訂閱